留下來的,放眼世界 把握環球機遇,接通各地港橋 堅尼地政經,馮智晶 歡迎回到今日的堅尼地政經 不好意思,昨晚的堅尼地政經太晚錄,所以搞到今早八點半出 但今天下午,我們會繼續有堅尼地政經的部分 尤其是我們講到一個在香港比較少人提的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香港的勞動人口比率 為何會勾起我講這個數字呢? 正正就是昨天我看到兩宗新聞 一宗就是關於大集牌 因為早幾天香港食大集牌很貴 誰知看到在內地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內地大集牌非常便宜 聽聞可以便宜一半 還要問可否帶回香港 第二個問題就是海關歷年來檢獲最大宗的大集蟹走私案 檢獲了48000隻 價值市值720萬 其實這個報道大了數字 你看看01報道 深圳食大集蟹 每兩50克都非常便宜 兩隻買109 小的就79元 香港簡直吃不到這個價錢 但講到這裏 我們不能不問一個問題 其實深圳的東西便宜了這麼多 香港其實也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們有試過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試過逆向代購 即是香港人以前不是代購 而是逆向團購 香港人在王后山按兩下手機 接著有些人在深圳叫貨回來香港 得出來的結論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物價按道理 應該是會跟深圳拉平 亦按道理我們出現的結果是甚麼呢 就應該我們有大量時間或機會要減薪 因為根本上我們任何都是 很少可以享受到物價和工資的差異那麼大 物價和工資的差異那麼大 其實你負責賣食物給你那個 決定不能吃 暢修香港現在是 飲食業市場 消費業市場 甚至乎我們現在很多地方事業 都是受著深圳市的消費衝擊 按道理我們應該的工資 是有大幅度的下降 第二 或者從而我們下一步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樓價 我們的樓價應該都是會有大幅度下降 因為我們居民的收入 應該大不如前 但是層次我們最近的中港融合越來越嚴重 中國、香港和深圳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還可以找到這麼大的購物優惠 同時我們的薪金沒有調整到呢 然後我憑著這個脈絡 我就發現我們找出另一個答案出來 亦都是我們今天說的第二部分 就是香港的勞動人口 先說一說這段時間驚人的出入境數字 我們看到這段時間整個從陽節假期同樣地 我們是人口流動出境的多於入境 如果按道理每個人都是消費一致 或者叫跨境 不過也消費的話 其實任何的過境流動 就等於城市突然縮減多少人口 我們集中的答案出來 這個就是每一天去統計 譬如19日你發覺出境多一點 20日再多一點 然後星期六的連償假期就全部出去了 23日要上班所以回來 但是你會看到的 總括而言我們那個數字差不多去到40萬人 這個是陸路離境數字 即是不包括空路那些 或者不包括海路離境 這個是陸路離境數字大概是40萬人 最高峰離開了的時候 所以我們突然間香港是不見了40萬人的消費能力 但是我們那個香港和內地 即是深圳 這邊是香港 我們依然享受著這麼大的人工差異 作為一個投資者和老闆 其實就不太理會香港那些人 回深圳消費與否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何時我們可以把薪金 壓回深圳的薪金 何時才可以把香港的物業價格 壓回深圳的價格 因為如果你有這樣的趨向 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投資機會 否則我們現在是大量的成本 但是只是有少量的回報 這就是今天香港的中港融合困境 但是這件事 等了差不多大半年 都仍然未發生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稍後會回來說 就是我們的失業率是繼續很低的 但是我們失業率很低的原因 並不是我們經濟很好 稍後廣告回來 我們就跟大家說一說 今集時間比較短一點 不過也有兩三個私人廣告告告要做 這個我又忘記寫了騙圖的騙字在上面 先說一說堅尼地球是沒有開Facebook廣告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堅尼地球的 馮智正的Facebook廣告 大家想也不用想 這是一個假的廣告 這個假的廣告 如果大家要怎樣分辨 究竟哪些是我的WhatsApp Group 哪些是我的真的東西 哪些是我的假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分法 我想聽了這麼久堅尼地球的大家和各位 都知道我在一路說經濟和政治的時候 絕對是不會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 和宣揚理念 如果你去到某個WhatsApp Group 你很想知道那個是不是我 不妨大家和我講一下政治話題 或者說八個字的真言的話 你分分鐘是有人肯回應你的 最少肯回應你的那個才是一個真的帳號 如果他阻礙了你的你想也不用想 那一定是加的 第二 今個星期四 Dr.Marian Love 的講座 我們去烏克蘭餐廳那個人 其實我聽同事說 已經嚴重地爆滿 已經不是爆滿 是爆得非常離譜 我們遇上了十二個人 誰知道我們現在可以坐到二十多人了 但是我們真的完全服務不了這麼多人 所以如果大家登記了這場分享會的朋友 你應該這一陣子會收到我同事的WhatsApp通告 你聽到WhatsApp來的時候 你過來參與就可以了 有些什麼我們同事會和大家的WhatsApp聯絡溝通 另外三藩市應該還有一個萬聖節活動 希望大家在Bay Area的港人社區中心參與 廣告回來堅尼地正經繼續 戲劇治療師陳寧軒用故事 療癒每個人的內在小孩 撫慰因為肉依而身心俱疲的爸爸媽媽 洗滴古老創傷 守衛孩子靈魂 別告訴孩子月亮會來割耳朵 希望學感動出版 小朋友在香港長大 講粵語、講廣東話 去了第二個地方之後開始不講了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給了一個方法、給了一個工具、給了一個系統 建立出來,想學的人有選擇、有方向 在他學了廣東話之後 其實我們需要有文化的教材去擺進去 我們其實不是單純想回到19年之前 而是我們經歷了香港的流散、香港的發展之後 我們其實有全新的教材 盡量全面的香港給小朋友 讓他們做判斷,讓他們去思考 廣告回來繼續堅尼地正經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 就是在香港和中國融合的情況下 我們不能純粹民心雙向 這些就是政府口號 一般來說,我們是說物價雙向和樓價雙向 因為如果你的人員內往這麼容易和變節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很容易利用到內地的物價和內地的人工 其實你是不需要引入外勞的 你只要把公司搬回內地就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依然會有這麼強的經濟收入 但是我們也有這麼差的消費環境 這是如何造成的呢? 其中一個很好的解釋就是 第一,我們的經濟活動 其實Private Consumption並不是主要活動 今年我們稍後會看看 出到GDP的Private Consumption的數字 應該會非常噁心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Capital Formation 很多經濟活動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始終在飲食業、旅遊業或一般服務行業 尤其是B to C 商界對個人的服務行業來說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就業人口 如果我們看到中港的經濟價格開始融合的時候 其中一個我們會突如其來看到的東西 就是有勞動人口的突然間失業等等 但是你會看到的 9月的失業率依然維持2.8% 非常之低 2.8%還可以叫做全民就業 我們看看2018年至今的數據 中間拱起的其實是2021年因為疫情帶來的失業率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開關之後 我們的失業率已經趨近2%至3%中間 這是我們以前經常說的 Rule of Thumbs 香港就說這個就叫做自然失業率 就是大家在轉工期間 100人有2人在轉工期間 這是一個非常可以說的全民就業的情況 其實你撈爆頭也解釋不了 經濟那麼差失業率不提升 原因為何呢 很簡單 我們的勞動人口大幅減少了 同一個時間區域 這是一百至二三的失業率 這是一百至二三的勞動力的人口 按千人人口計 你會發現勞動力不見了一折 這裡起碼是三十多萬的勞動人口 應該突然間不見了 我想是三十多萬 大概有二百萬 即是三十萬左右 這裡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 其實勞動力的下降人口 我們不能說二十多萬 不是很多人 如果你看看 都是二百千人 我們有差不多三百多至四千人 你這樣計算下去 一來一回 其實勞動力人口缺乏 不是短缺了 或不是少了很多 但是按年齡去分 你就會發現非常有趣 左手邊或是這麼說 淺息這條數是二零一八年 好像沒有記錯是第三季或第二季的數字 二零一八年應該是第一季的數字 二零二三年都是第一季的數字 我記得是同一季 對不起 應該我說錯了 二零二三年應該是最新的季 應該是第三季的數字 二零一八應該是第三季的數字 拿回這兩個季度的數字去比的時候 我們再用年紀去拆分 就業人口按年紀去分 這個就是十五至十九歲 接著去到六十五歲以上 你其實看著淺息那條 就是五年前的深色那條 就是今年的 你都會發覺有什麼情況 首先第一 整體的十五歲以上人口減少了 就算一條實數給你 二十萬左右 不見了很多 這個是不包括外籍勞工的 剛才那個是包括了外籍勞工的 這個不包括外籍勞工的十五歲勞動人口 大概沒有了十八萬人 人數不算很多 但是你看到這兩條數字 你會發覺 如果細心眼裡的話 你會發覺深色那條就是下邊偏重 下邊偏重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年紀大的就會多了非常多 多了多少呢 看看2018年的數字 六十歲或以上 其實只是佔整體勞動人口百分之十一 這個叫做退休年紀 我們以前是六十歲退休的 現在就提升了六十五 六十歲一般普遍退休年紀 六十歲以上 十一個百分之十還在工作 二十至二十四歲 這些就叫做新生代 即是我們叫做Fest Grad的人 七個百分之十的勞動力 這是五年前的數據 2023年 六十歲以上退休年紀還要打工 已經佔據了我們勞動人口的十五個百分之十 這是一個非常多的人數 十五個百分之十 然後我們在二十至二十四歲 只有四個百分之十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勞動人口 是嚴重地老化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按道理 每六個打工仔 現在有一個 已經是六十歲或以上 差不多有一個 你聽起來已經覺得很嚇人 你再比一下數字 你會看到的 六十歲以上的 這個是實數 你會知道突然爆升了一堆人出來 再看一看表 你會看到 六十歲或以上的 全香港勞動力 這五年間沒有增加過 按年紀的勞動力的時候 你會發覺 在十五至十九 二十至二十四 二十五至二十九 三十至三十四 全部都是跌跌跌跌跌的 每年都是 每這五年期間都會跌跌勞動力 當然 從一個純粹的數學邏輯題 你加了五年 你加了五年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這一格會跳到下一格 這一格跳到下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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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唯一增加的勞動人口 就是在六十歲以上 十三點三萬的人口 你看著這個數字 你會發覺這是一個極其差的數字 如果回答回一開始的問題 中港融合 為何我們的勞動人口 中港融合的情況 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我們都不會令到 人工大幅度下降 然後失業率大幅度上升 原因是因為失業率上升不了 勞動人口跌到這麼多 你的份量沒有剩下這麼少 我們的失業率 根本上不會提升 因為基本上我們不夠勞動人口 如果我們在說 我沒有記錯 那裡是大概4%的勞動人口 不見了4-5%的勞動人口 按道理 現在我們的失業率應該是6% 如果我們2點多 你加了4% 大概6% 所以你會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的經濟情況 是有點燃 真的非常離譜 還有我們那個勞動 不單止是失業率不低 我們那個勞動的demographic 還很差 你要聘請60歲以上的人士 即退休年紀的人士 是比以前更容易 請一些新生代相對比較減少 40-44歲 你會發現這裡是比較好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40-44歲 通常有些外來的武功 即我們所說的一些專才通 或者是高才通 那些就是30-44歲 這些就是我們補足的很重要的勞動力來源 聽到這裡 你是不是覺得已經非常有趣呢 如果你今時今日還覺得香港的投資環境是非常好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的 我們覺得香港的投資環境不錯的 但是你想著來這裡開箱鋪 你要聘請一個人的話 我真的想不到你還可以聘請到一些高質素的員工 不是說60歲以上的不高質素 而是你要明白 你公司如果聘請大量60-65歲以上的 你的勞保其實是貴很多的 然後你的醫療保險的開始是大很多 因為我以前試過服的那間公司 就是以退休人士為主的公司 但是香港也很好 明天施政報告 希望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 如果解決到的話 如果解決不到的話 我們就要面對著一個有機會的雪崩式的情況 就是香港和深圳的經濟越來越融合 我們的就業、失業率依然是很低 所以就凍結了我們今天的勞動狀態 還是說得不錯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的勞動人口走了很多 但是如果突然間 當我們的移民潮開始緩和 又或者當大家的經濟退潮 比我們聘請人的速度快 你就會看到突然間是雪崩式的 有一個失業率突然間發生 而且這個失業率是回不了回來的 因為如果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隨著年紀越大 你的再就業率是會低很多的 即是你60歲被人解僱了 你很難61歲請回工作 所以接下來的風波就有點有趣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回來 堅尼地正經繼續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播出的時候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我願意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